布莱德最近下载约会软体,马上就找到三位美丽的女士。 菲娥娜是来自旧金山的艺术商,她从来没有过认真的感情,不过现在她想定下来。 玛丽吃纯素,是个瑜伽老师以及人权倡议者。 她喜爱法师起司,也享受在码头上看夕阳。 贝蒂是一位消防队员,她在休闲时间写歌并跟她的乐团一起演出。 布莱德对她们一样喜爱,你能给她建议该邀请谁见面约会呢? 看看菲娥娜的婚纱照,她是新娘子,可是她声称自己没结过婚。 玛丽也是个骗子,吃纯素的人不吃起司,所以布莱德应该传讯息给贝蒂。 贝蒂一收到布莱德的讯息,就跑进浴室为约会做准备。 她梳好头发后,拿出几条口红。 贝蒂有点男孩子气,所以她很难得用化妆品。 你能帮她选择约会用的正确口红吗? 这只口红太旧了,看看日期,这是1999年做的,早就过期了。 而这只口红上有蜘蛛,贝蒂应该选第二只。 与此同时,布莱德冲了澡,准备穿上她最爱的白衬衫。 可是,等她从衣橱拿出衣服,却发现有人在上面沾到巧克力了。 布莱德问了她三兄弟。 吉姆说她在厨房煮晚餐,那天根本没进过布莱德房间。 皮尔说她大概一个小时前进过布莱德房间,去借用手机充电器。 而麦克说她整天都跟女药在开趴,刚刚才回来,谁说谎。 皮尔,假如她一个小时前进了充电器,为何手机还是1%? 布莱德决定整皮尔,在她上衣上捡了两个洞。 这件上衣现在有几个洞? 八个,这两个洞才穿上衣,总共做出四个洞。 加上手臂有两个洞,头一个,还有上衣底部一个。 贝蒂和布莱德在餐厅见面,两人一见钟情。 服务生走过来说,晚安,你们想点什么? 贝蒂说,我想要某个红色的东西,不过那个有时可能是绿的,有时候是黄的。 服务生马上破解谜题,送上他点的食物。 那是什么? 苹果 苹果 布莱德喜欢这个游戏,又出了一提给服务生,这可能是红的,也可能是绿的,这可以是黑的,或者是白的。 跟别的餐点一起吃很美味,单独吃就不好吃。 过了一分钟,服务生把布莱德点的东西拿来。 你有猜到是什么吗? 胡椒 晚餐之后,布莱德和贝蒂去公园散步。 他们太专注在彼此身上,所以彻底迷路了。 他们开始找出路,来到了这个奇异的路口。 这里有四条路,每条路都有一个路牌,可是没写字。 不过,布莱德和贝蒂知道要选哪条路,那你呢? 这一条,这是唯一的右手,正确道路。 五个月后,贝蒂去跟布莱德同居。 他们跟布莱德的三位兄弟同住一间房子。 有一天,贝蒂买了一个滑板当布莱德的生日礼物,那是个惊喜。 所以,他把东西走在地下室,才出去买晚餐的食材。 等他回来,滑板不在原位,他意识到一定是四兄弟里有人整他。 布莱德说,他什么也没看到。 吉姆说,他走经过地下室的时候,有看到滑板,不过他赶着要去训练。 迈克说,他整天都在楼下帮他的科学俱乐部烤饼干。 比尔则说,他出差去了,谁跟这神秘的肖善有关。 吉姆,贝蒂把他锁在房间,这表示他不可能看得到,除非破门而入。 布莱德的兄弟下班回家,在厨房遇到布莱德,他看起来很紧张,因为背地不见了。 兄弟们叫他把每个细节讲清楚。 布莱德说,嗯,他今天早上帮我做了冰淇淋生日蛋糕,我想试吃。 可是,他说我们晚上再吃,我们吵了一下,然后我去上班。 等我回来,他就不见了。 兄弟们听完布莱德的故事之后,说他是骗子。 为什么? 他说,背地是早上帮他做的蛋糕,那为何冰淇淋还没融化? 布莱德得到一份当化学老师的工作。 等等,谁偷了他的钱? 布莱德只在皮夹上找到一个人的指纹,他自己的。 他问了三名同事,数学老师珍妮佛说,自己在吃午餐。 历史老师贝奇说,我昨天人不舒服,所以提早回家了。 英文老师珊姆则说,他在教室改学生的回家作业,谁是小偷? 历史老师,他戴着手套偷钱,再把手套丢垃圾桶。 背地和布莱德走在街上,突然间,他们遇到一个样貌怪异的家伙。 他自我介绍是位魔兽师,并问说,你们想发财吗? 破解这个三位数密码,钱就是你们的。 他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密码索皮箱和一张写着谜题的纸。 A. 548第一行,一个数字正确,而且位置也对。 B. 530第二行,完全不正确。 C. 157第三行,两个数字正确,可是位置不对。 D. 806第四行,一个数字正确,可是位置不对。 E. 647第五行,一个数字正确,可是位置不对。 你能帮他们吗? 你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解这一题。 最简单的是,从B声明开始。 这些数字都不正确,因此我们可以去除5,3,0。 声明C里,我们被告知两个数字正确,可是位置错误。 我们可以总结1跟7在最后的密码里,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顺序。 现在来看看声明D和E。 在这两个里面,都有一位数字正确,可是错置了。 我们已经知道7在密码里,这表示剩下的数字不可能是6,那这肯定18。 再看看声明A,既然正确数字是8,而且肯定也是正确位置。 在声明C里,那有两个正确数字,不过位置错误,因为密码第三个位置已经被8占了。 我们只有一个选择,7应该第一位,而1应该第二,所以正确号码是718。 布莱德和贝蒂打开行李箱,里面有5000万元,他们马上辞掉工作度假去。 在疲惫的长城搬机后,他们入住一家豪华饭店,进房间休息。 到了晚上,他们下楼去一家可爱的中餐馆吃饭。 可是,里面有一位客人不是人类,你看得出是谁吗? 仔细看看这家伙的盘子,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人类的食物。 等贝蒂和布莱德吃完餐点回到房间里,他们发现所有的钱和电子产品都不见了。 饭店保全经理问了三位客人相同的问题,你过去两个小时在做什么? 但你说,他整晚都在游泳池那边。 扣特尼说他跟闺蜜窝在房间里,跟欠案一点关联也没有。 亨利则说他才刚从城里另一头的派对回来,谁才是小偷呢? 扣特尼,保全经理没有提到任何欠案,但他却直接开始找借口。 布莱德决定去跳伞,可是他没有如预期的成功降落,贝蒂一直到意外就冲去医院。 他在房间里看到一个昏迷步行的人,完全被绷带包袱着。 他请求经过的医生,医生拜托让我进去,那是我男朋友。 可是,医生跟他说,病人是个女的,谁是对的? 这是个男的,你看他床上的名牌。 布莱德很快就好转了,贝蒂带他去古城来一趟浪漫旅行,他们在里面走着,拍照。 突然间,所有门都轰然关上,他们被困在里面。 布莱德发现一扇四位密码锁的门,贝蒂则是在地上找到这张纸。 你能帮他们破解密码逃出去吗? 正确密码是STOP,拿September的第一个字母,然后August的第六个字母,October的第一个字母和Epril的第二个字母,你就会得出STOP这个字。